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多書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哪九本書 是我絕對不會 不會丟掉的 好慘啊 把這個書拿過來真的就是有一點 累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歐,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 我的書櫃上面呢 有哪一些書呢是我 絕對絕對不會丟掉的 你知道嗎?我在找出這件書的時候呢 我發現有幾本 竟然不見了 我不知道它跑到哪裡去 所以有一點慌張就是 為什麼我的書會莫名其妙的不見 是我把它放到哪裡 還是有人從我家裡的書櫃拿書 然後我不知道 那這點我需要去查一下 到底是誰拿了我的書 OK,今天呢 我給大家準備了九本 我完全不會丟掉的書 然後一本一本 給你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去購買看看 然後我會把書的連結放在影片下方 以方便呢大家去購買 OK,那首先我想跟你們講 大部分我的書呢都是英文書 但是我會把連結呢 放中文版的連結 如果沒有中文版的話呢 就真的很不好意思囉 OK,那第一本呢 第一本就是這一本 The Compound Effect 這本有中文 那這一本書呢 其實是很聰明的一本書 我們很多的時候就覺得說 富利這件事只有投資才會有富利對不對 但是錯 富利呢其實在我們生活中 很多的地方都會出現的 無論是你的飲食習慣啊 你的健身習慣 你的運動 還是你的理財 還是說你的情感關係建立 還是說你的事業 通通都跟富利有關係 所以這一本書呢很建議拿起來看 你閱讀之後呢就會覺得說 OMG原來呢 富利效應呢 在我們生活中 這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有富利效應在 那我應該可以怎麼使用 到我的人生裡面 我在哪個部分 應該還要再多加認真一些 而不是呢 就隨隨便便的去做 你知道嗎 一天只要多努力一點點 長期累積下來 那個一點點一點點的 富利效應是這樣子 這個曲線的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每天只要多努力 一點點的那個努力 我想什麼鬼東西 OK 這是第一本 推薦你去看 OK 接下來第二本呢 是這一本 藝人的公司 其實這一本呢 是從Selena那邊得知的 我相信很多創業家都有看過 其實裡面的內容就是呢 因為現在特別是2018年 2019年的這段期間 有非常非常多的新創公司出現 那新創公司呢 就是想要有龐大的資本 然後有龐大的員工 龐大的團隊 然後一開始就是 以這個目標為取向嘛 對不對 那很多的人就會想要說 Oh my God 現在我要去哪裡去找投資者 我應該要去哪裡找員工 然後怎麼樣把我的公司 馬上的擴張得很大很大很大 那這一本書呢告訴我們說 其實有時候呢 小 但是是很美的 例如說 你現在你的公司裡面 雖然只有一個人 但是你的消費很低 你的支出很低 那其實相對來說 你的壓力並沒有那麼大 如果你需要什麼的話 例如說 我這個YouTube頻道 我需要剪輯師的時候 我才去找剪輯師 我做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我有需求的話 我才會需要去找另外一個合作夥伴 而不是一開始呢 就找了一大堆的人跟你一起做 然後呢 你就發現說 Oh my God 我的支出好大 但是我的收入不成正比 我的壓力好大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那就推薦你去讀這一本書 OK 接下來呢 這一本書是 Christy 跟 Bryce的 他們有上過我的頻道 兩三次 不知道你還有 還有我們記得 雖然是同一個影片 但是我剪成三個影片 對 因為太長了 如果你想看我訪問他們的影片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這個影片下方 那其實這本書啟發我蠻大的 特別是選擇大學的部分 那他們選擇大學的方法 由我有翻成中文 然後改良成 適合台灣的方法 放到我的書裡面 然後他們的分享是比我的書詳細很多 因為他們是分享很多很多投資的方法 適合投資美股跟加拿大人使用 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他們還有很多生活的理念 會告訴你們 如果你喜歡看數字的話 我很推薦這本書給你們看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喜歡看數字的話呢 可能就不太適合你 因為他們真的很會算 算得很仔細 我自己是不是那樣子的人 接下來這一本書呢 是 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也有中文版本 中文呢叫做 原來有錢人都這麼做 這本書 我推薦過給很多很多的人 為什麼會推薦呢 因為好萊塢一直給我們洗腦說 有錢人千萬富翁呢 都是過著很奢侈的生活 住著大豪柴開著跑車 但是事實是 身邊我們每天都有可能遇到很多的千萬富翁 但是他們過的生活 有可能比我們還極減 所以呢你沒有發現他們是千萬富翁 世界上大部分的有錢人呢 其實過得很節儉 那從這一本書他們找了世界各地的有錢人 去看一下他們的習慣是什麼 他們的消費習慣 這本書真的推薦所有FIRE族的成員呢 去閱讀一下會改變你的消費習慣 還有改變你面對物質上的一些觀念 有時候我們購買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說我好需要它 我好需要它 但是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有沒有 我們根本就 只是因為當時的那個感覺而已 所以呢看完這本書之後呢 會讓你想得更清楚 我到底是想要自由呢 還是我想要那個包包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買的東西就是用我們的時間 用我們的自由去換取那個東西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自由的話呢 可能就不會想要去買那個東西了 推薦一讀 OK 接下來這本書呢 是經典 經典 This is marketing 中文叫做這才是行銷 這本書呢是 Seth Golden 出的 如果你喜歡行銷 如果行銷是你的工作的話 非常推薦這本書 我們做行銷的人很容易就只是看轉換率 看文案 然後看有多少人點你的連結 有多少人去購買你的東西 就是一直用數字的方式去看嘛對不對 但其實真正的在做行銷的時候呢 其實是人跟人的建立的關係 我跟你們關係建立 然後你們跟其他人關係建立 這才是真正的行銷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建立這一段友誼 怎麼建立這一段信任感 怎麼建立這一段關係呢 這本書講得很清楚 而且非常容易讀 它的字很小 所以可能幾個小時 你就可以看完這本書了 這本書有中文版 很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行銷其實不是那麼死 行銷不是那麼的冷 行銷就是人跟人建立關係的一個橋樑 所以推薦你看這一本書 特別是在做行銷還是說創業的人 這一本書是經典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呢 可以把它加入到你的購物車 OK 接下來這一本書呢 可能如果你住在台灣的話 哥哥 我覺得說有一點不適用 因為它是講關於資產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閱讀來看一下 這本書叫做Tax Free Well 就是如何合法的避稅 那在台灣呢 很多的方法是不適用的 但是如果你看完這本書呢 可以開拓你的視野 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些方法 或許來說對你的事業有幫助 你就可以去進行這個部分的解稅 那其實它除了講解稅之外呢 還有講到如何去保護你的資產 舉例來說 書中裡面講到一個概念 我相信呢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很多的有錢人呢 其實他們不會用自己的名義去購買資產 例如說買房子 他們不會用自己的名字去買 而是呢 他們會建立一些公司來買這些資產 為了保護自己的資產 因為在美國啊 如果我告你 然後你不知道我有告你的話 你沒有去法庭 你沒有去法院 那法院呢 就會判定你輸 那這樣子呢 人家就有機會 把你的資產都拿走 如果你使用工資來保護掉你的資產 那代表說你這個人呢 完全沒有所有任何的東西 所以呢 人家告你的時候 他就不會拿掉你的資產了 所以這本書 就有很多裡面很硬的概念 很硬的概念 這一本呢 不是一本容易好讀的書 但是呢 很推薦你去看一下 可以讓你的視野比較大一點 而不是說 只是活在我們國家的體制之內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學習別的體制 別的方法 可以啟發我們去看更大一點 然後做更crazy的東西 接下來這本書 dot com secret 中文叫做 網路行銷 舊集攻略 這一本書 超級超級推薦 網路創業家 還是說網路行銷的人 閱讀 剛開始出的時候 是軟的殼 那軟那一本我也有買 但是 因為太喜歡了 所以呢買硬核 沒有上過行銷課的人 沒有接觸過行銷的人 沒有接觸過創業的人 會覺得說 他這個行銷方法是詐騙 但是不是 他只是將行銷漏斗這個概念 講得非常清楚 然後步驟性的教你怎麼去 建立你的行銷漏斗 這一本書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那為什麼我會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是詐騙呢 因為他們沒有上過行銷課 因為如果你有上過行銷課 你就發現 任何的公司 都有自己的行銷漏斗 都有很類似的行銷手法 只是呢 普通的行銷課 會把這個概念講得很複雜 他把這個概念講得很簡單 很容易懂 然後他的用的字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行銷離你很遠 他會讓你覺得說 行銷呢 就是很容易學會的 所以這一本書很推薦大家去看 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是詐騙的話 我推薦你去看一下所有的公司 看一下蘋果 看一下微軟 看一下所有的公司 基本上 都是用這樣子的行銷手法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而已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這是詐騙的話呢 代表你看了世界不夠 OK 接下來有兩本書 改變我的生活很大很大 但是我身上沒有 有一本呢 我送給我的鄰居了 所以我已經正在買一本新的進來 叫做呢 《順流致富GPS》 《順流致富GPS》呢 是Roger James Hamilton寫的書 那這本書呢 除了可以測出你的特質 你的genius之外呢 還可以測出你的財務等級 那這本書為什麼 為什麼我很推薦大家去看呢 因為裡面有講到一句話就是 如果你現在做某一些事情 你覺得說你花很久的時間 你覺得說很痛苦 那代表你正在做錯的事 因為呢如果你做順流的事呢 它是很順的 那你可以透過這本書去測一下自己的特質是什麼 然後呢你還可以測出自己現在的財務等級在哪裡 它把財務等級呢分成像彩虹那樣子 很多不同的顏色 每個顏色它都講得很清楚 你要怎麼去跳脫你現在這個階層到下一個階層 OK今天所有的書裡面呢 如果你要我推薦只讀一本的話 就是這一本 《順流致富GPS》 超級超級超級厲害的一本書 寫得非常清楚很好讀 然後可以讓你很清楚你要做什麼 坦白的跟你說 如果我每次在人生中有迷惘 不知道要幹嘛的時候呢 我就會翻開這本書看 我有問題的話我就會翻開這本書看 然後呢想要跟你分享 這位作者呢也就是我目前的私人教練 對所以呢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看這一本書 OK那接下來呢這一本書我也沒有沒有了 但是改變我人生還蠻大的一本書 叫做《富爸爸窮爸爸》 應該這一本書大家已經聽膩了吧 是如果還沒有看的話推薦大家去看 但是呢看這本書你不要把全部的東西都把它拷貝到你的腦袋裡面 因為不管是什麼書 所有的書 所有的書 我的建議就是呢 你不要看完之後呢 就跟邪教一樣 完全百分之百的去相信一本書裡面講的內容 因為寫書的作者也是一個人 人呢就會有自己的偏見 有自己的意見 有自己的主見 不代表那就是事實 所以我們看書呢我們要去挑適合自己的部分 然後你想要哪一個理念你覺得你很喜歡這樣子 就可以了 然後《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裡面呢 其實他也沒有講到很多東西 但是呢我只喜歡他的現金流的部分 他講到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們有時候覺得是資產的東西並不是資產 是負債的東西其實並不是負債 那現金流應該要怎麼去安排可以給你建造出一個完美的人生 然後還是說很多被動收入的生活 這一本書應該算是創業理財入門的一本書 超級超級推薦 OK接下來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同行Youtuber的一些書 那Youtuber出的書呢今年還蠻多的 但是我認識的就是只有在這邊 還有兩位的書 但是我還沒有 我之後買到了 我會跟你分享 那我以順序順序來好了 首先呢就是 Miss Selena的打造腹腦袋 那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的朋友Selena出的一本書 這本書呢裡面就教你一些簡單的理財方法 很容易入門很容易看的一本書 超級超級推薦 那Selena呢她是很漂亮的一個人 所以你看這本書裡面還有她的照片 所以你也不會去 不會看你對不對 然後裡面呢還有很多的免費資源 你可以掃QR Code就可以去下載 非常非常推薦這一本書 OK接下來呢就是Ricky營養師 也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她的書裡面呢教你怎麼去飲食啊 怎麼運動等等的 她飲食的部分也還蠻多的 她是一個營養師 所以呢她對營養非常非常的理解 然後你們也可以去追蹤她的頻道 她的頻道有很多關於營養的知識 真的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裡面呢還有她一些裸上半身的照片 你也可以拿 那裡面呢還有她很多裸上半身的照片 如果你想看的話你要買 你才能看得到 OK 接下來呢是Ashley的書 Ashley這本書叫做陪你用健身改造自己 裡面呢有超多運動的教學 讓你正確的做出你的運動 因為有時候呢我們運動隨便做 等一下就受傷了 所以標準的動作呢很重要 而且呢裡面還有附影片喔 這本書多少錢三百多塊 但是她有附影片給你耶 所以除了看書之外 還有影片可以去看 推薦這本書 OK接下來這一本書呢 是最近才出來的非常非常熱 還熱騰騰的 就是墨洋子的書 極簡日常提案 Oh my god 這本書呢 你看這本書裡面的設計呢 非常非常好 而且呢很容易上手 其實極簡主義呢 對很多人就是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現在家裡這麼亂 家裡這麼多的東西 家裡這麼 就是感覺說整理房子很可怕 對不對 那這本書呢 讓你整理房子變得很簡單 不會說 我現在需要買什麼東西 來整理我這個房子 我現在需要幹嘛幹嘛 他就把步驟講得很簡單 你知道按照一些步驟 按照一些關卡去做呢 你就可以把你家裡整理得乾乾淨淨 然後很舒服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現在在家裡 讓自己舒服是很重要的 特別是今年 因為每個人都 基本上都在家嘛 對不對 所以推薦 墨洋子的這本新書 最後呢 就是不要臉的廣告 就是我的書 哈哈哈哈 加速你的發言人生 這本書是我今年剛出的 如果你還沒有買這本書的話呢 連結在下方 那這本書呢 就是用我自己親身的故事 去講解 我怎麼踏入理財 然後我投資什麼 然後我怎麼投資 這一本不是理財書籍 但是呢 它可以激勵你趕快去投資理財 我分享了很多 我在這個頻道上面 沒有分享過的故事 我沒有跟我朋友 分享過的故事 我沒有跟家人 分享過的故事 很多的故事都在裡面了 然後我希望呢 用我的故事來 來啟發你們 讓你們知道 其實呢你們並不孤單 如果你們生活中 有遇到很多困難的話 你們並不孤單 因為世界上呢 有很多像我這樣子的人 遇到跟你同樣的問題 OK 那我今天呢 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呢 這個影片呢 有幫助到你 記得訂閱這頻道 每週二週四呢 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在下面跟我分享 你絕對不會丟掉你的書籍 因為呢 我可能就會購買跟你一樣的書了 OK 那 這是今年最後一個影片囉 祝大家 新年快樂 然後我們明年見 掰掰